再來我們看到國民黨的2024總統擬參選人 新北市長侯友宜呢 7號上網路做一個直播專訪 表現平平 但提及了自己的過去被歹徒壓在地上 槍抵著頭等等 前立委郭正恩就指出了 這些小故事急需要整理出來 比較吸睛 跟王洪威碰到 然後就講到他女兒 他就說他女兒 本來要支持郭台銘的 那郭台銘沒過 那他女兒就好像要去支持柯批這樣 那結果呢看了一個 那個 民視的那個台灣演藝 那演到侯友宜當年進去南非大使館去救人出來 他女兒才說 這個是英雄啊 結果他女兒竟然不知道這個故事你知道嗎 很多年輕人不知道啊 侯友宜這本自傳 口述的去年11月出版你知道嗎 大成小國 我有聽朋友講 對 大部分人都沒有看過 都不知道 真的都不知道 而且這本書主要是在寫 用10個新北市的一個例證 來說明他的各種領導力 這個還不是在講他個人的故事 侯友宜為什麼年輕人 對他沒有感覺 因為他跟年輕人距離太遠了 對 大家已經不記得他是誰啦 你知道我的意思 那柯文哲就是每天都會出現在網路上的人 那賴清德他就不用講了嘛 賴清德就是民進黨一路這樣走過來 而且都在執政的軌道上 所以侯友宜急需要把 個人生命歷程中的小故事整理出來 事實上候選人是可以有自己的網站的 你候選人的網站不能只放政見 那太硬了 就是嘛 你要放小故事 對嘛 你個人的一些 生命中值得記憶的東西 讓人家眼睛一亮的東西 好我們看到國民黨2024年總統參選人侯友宜 近期的民調真的有一點低 那邀請了前國安會秘書長金輔聰 進駐團隊主持 台北市議員徐曉星也自報一個相關消息 我們一起來看 徐曉星本來就在侯友宜團隊 你記得那個董事長開講的時候 徐曉星跟侯友宜同臺 他本來就是國民黨這個戰隊裡面的議員 徐曉星自己也要選立委 好那所以我說侯友宜的問題出在哪裡 為什麼是金普聰要打電話給徐曉星 侯友宜不能自己打一通一通一通電話 葉元之 林國村 誰誰誰 一個一個來 我們每天每天一起打 我就舉一個例子 這個侯友宜本來這個禮拜 是他這個應該叫做反攻州 什麼叫反攻州 就是 從禮拜一 去接收媒體的專訪 拋九二共識 拋這個 疫情 等等等等 拋了很多議題 能源 這個廢NCC 這個 恢復特徵組等等 可是 國民黨的小機門有沒有跟上 看起來 這個效果你會發現 禮拜一討論一下 禮拜二開始大家討論 美國人施壓 你改口什麼什麼 後來 題目都不討論 國民黨的這些立委 參選人們 都沒有跟侯友宜 站在一起 把這個議題 效果極大化 所以好像講完就沒了 全部血無痕 比方說NCC 你們這些小機 是不是可以 一起來 就做一個 所謂的 變成 整個國民黨的 集體政見 比如說 特徵組 就你們理論上應該是一波接著一波 那個那個 比如說國民黨中央就說 這是我們立委的共同政見 理論上是要一波接著一波 而不是今天侯友宜講完結束 對 所以我覺得 其實像金小刀這個事情 徐小新一定會去幫侯友宜的 一定會幫他自己 那個叫做天助自助 什麼 因為他要選立委的人 如果今天母基不夠強 他立委也選不好 對你想的很對 徐小新當然本來就會幫他 但是有了金小刀 這通電話 這種儀式性很重要 不是嗎 所以我說 為什麼是金小刀 打給徐小新 因為他們兩個人互動好 可是金小刀 如果我舉個例子 金小刀假設 南部選立委的 他有辦法打電話過去說 你來多幫忙 沒辦法了 就金小刀 他能夠掌握的 大概就是徐小新 鍾沛 可能有幾位 這個黨內的人士 可是 他的人敗絕對沒有侯友宜強 所以我的意思說 侯友宜可以 自己把這個人脈擴張擴大 那這個是侯友宜要做的 侯團隊一開始 很多給人家覺得不滿意的作風 比如說很多議題講不清楚 比如說很多的這個 原則 都都沒有去去讓大家覺得 你到底在想什麼 慢慢的你把話講清楚了 比如說前面 趙春山老師他講的嘛 兩岸好 你現在終於講這個 符合中華民國憲法的九二共識 不管怎麼樣九二共識你提了 提出來不是 不是那個招牌拿出來亮個像 收起來 沒有沒有沒有 你要繼續 闡述你的兩岸的論述 接下來會往哪裡走